加东时间每周五晚八点到九点 是由李锦璐老师授课的法语零基础课程 这是新开的课程 大家可以从零开始学习法语 李锦璐老师1999年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 获得法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2008年毕业于蒙特利尔大学 获得信息科学硕士学位 李老师是中心的资深志愿者 自2021年6月开始在中心开设法语课程 李老师上课风序幽默 深受广大学员和中心会员的喜爱 学习法语之路虽然有些艰难 但是有中心这样的学习互动平台 有李老师悉心的传授 相信大家会逐渐领略到法语 下面有请李老师 大家好 欢迎金燕老师 给我的开场白 非常的感谢大家 今天的课应该是我第二次开始 在咱们第三次第三种课应该是 之前的话在我们中心的有一个法语的零基础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课就是法语零基础 现在这个课 另外呢就是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的法语中级课 那么初级课呢 同学们学习的非常踊跃 我看到好像今天还有以前上课的同学啊 又来到这里了 在巩固 我非常欢迎这种学习态度 因为呢 语言说实际的对我们来说呢 尤其像法语这么复杂的语言 它不是一次能够学会的 我在我的课程当中 我发现最小的小朋友也有 最大的估计都70多岁 快80岁的 80多岁的也都有这老人家 我就是为你们这种学习的精神呢 我是深深的折服啊 我真是深深的折服 所以一想到你们还能学习法语这个年纪 那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学不了的呢 对吧 我非常的敬佩大家啊 我看刘敏也来了 欢迎你啊 没关系 我们一遍一遍的学 实际上大家机会真是不错 我是1995年呢 进入天津外国语学院 当时是西方语言系 法语专业 那么呢 我们就是本科嘛 大学本科 按部就班的 一课一课的学 其实我们当时每个同学都有一种梦想 一个reve是什么 哎呀 如果能时光倒流 我从第一次课再学一遍多好啊 都是有这种想法 因为呢 很多时候人们都想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加的完美 比现在我们做的更好 挺好 那么今天简单的一些开场白 一会儿呢 我会开始给大家共享一个PPT 我的课程呢 主要是以PPT为主 但是呢 因为是语言教学 我希望要跟大家互动 就是我的课上呢 刚才金燕老师说 金色老师说非常的幽默 没有不幽默没有办法 同学们 因为法语太枯燥了 太难了 我再不幽默一点 人都跑光了 就剩不下几个了 呃 我们当时我后来在天津师范大学 教过一段时间的法语 那是社会同学学习法语 呃 我讲的是法语的语法 就是最枯燥的那个东西 呃 每天有的时候下午 正是困的时候 还有晚上最累的时候 都是排我那个课 呃 我再不幽默点 那全睡着了 啊 所以呢 幽默 你让我们生活呢 也 多点料啊 更加快乐 我们快乐的学习法语 而不是痛苦的学习法语 啊 好吧 那么我的课的特点就是要互动 我会向大家提问 我会让你发音来念一下 当然了 这个我也理解啊 我们的同学的这个 呃 年龄啊 这个社会生活非常多 带孩子带孩子的 有工作就工作的 所以呢 我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自愿啊 你说 我有信心 啊 溜耐了 我要读 OK 我给你机会 你读 没关系 没问题 我不会说像老鹰捉小鸡一样 上这个角落里 把你揪出来 来 你来读一遍 背不住也有啊 啊 有的时候有不多啊 所以不用害怕啊 不用害怕 以自己主动为主 好吧 这是我的教学 呃 要跟大家互动 然后呢 整个的教学呢 是以PPT为主 有的时候 尤其在我们初期学习的时候 需要大家看我的口型 那么我会把PPT呢 退出来 啊 把PPT退出来 让大家看我的口型 因为呢 嗯 我们是在Zoom教学 每个人的设备的清晰程度不一样 所以也没有办法 就是希望大家呃 能够尽量的啊 看清我的这个口型 好 好的 啊 好 现在我这个屏幕提示呢 大家都已经看到我的PPT了 那么这个PPT呢 我有点懒啊 我这个PPT用了好多年了 是2005年开始用的啊 当时是在应该是在多伦多的新东方上课的时候 教给大家的 呃 呃 用的这么一套PPT啊 所以到现在 呃 没有增添太多的内容 到终极的话会增添内容 因为终极的话 每次我们上课 我要要拿一些实证的新闻 我不能2022年了 我还拿2006年啊 拿那个萨克齐啊 希拉克时代的新闻啊 来跟大家讲 那个这不是新闻了 那是旧闻了 对吧 就像郭德纲讲话呢啊 1983年的报纸 大伙看看五分钱一份 你白给人钱都不给人要 OK 那个不可能 好吧 呃 我的名字 还有我们的zoom号 我一般放在 最开始 呃 大家每次用zoom号可以上来 呃 我在上一期的 呃 发育基础课程当中呢 我会把这个视频呢 呃 放到我们 我自己的 那个youtube的频道 旁边呢 是我这个youtube频道 二维码 大家找不到的话 搜人在加拿大也能找到 呃 另外我们中心 我们中心的网站上 也会放我的课程 呃 国内的朋友 呃 如果看不了youtube的话 在我们中心的网站上 也能看到我的课程 呃 他们上传的时间比较快 我呢 我还要编辑编辑 啊 我这个人喜欢完美 啊 加个水印呢 呃 简洁一下啊 呃 加个台标啊 啊 放上面 另外我的频道呢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种花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个 呃 自己的业务方面的东西 当然了 也欢迎大家来看 订阅 给我点赞啊 呃 帮帮忙 就这么个情况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法语课 首先说一下啊 这个法语是什么 有人说 法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有人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啊 那看谁来说了啊 这个你们现在说呢 基本上就是世界最难听的语言 嘿嘿嘿 我说呢 也不是最好听的 反正听的舒服一点 啊 什么人说呢 嗯 咱们不带地狱歧视的啊 我们只表扬人 我们不给他负面的东西 就是法国的女孩子 哎 说这个法语 啊 语速缓缓如涓涓流水 这个是非常好听的 啊 至于这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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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咱们再 另说啊 大伙 有的朋友们住在魁北克 也能够深处的体会到魁北克法语的 这个 上头的地方 啊 这个 我现在这么多年了 我从2002 200年 到的克贝克2000年的年底吧 到的克贝克 2008年离开了一段时间 我能听 你知道我这个发音 我有时候发不出来它那个音 我有时候更研究一些 它特别像啊 就是英语如果好的朋友们 美国南方的那个英语的语调 再加上法语的发音 那加起来就是克贝克的音 这是我自己瞎琢磨的啊 没有理论依据我也没有考察过 只是自己的感觉 说错了干不负责啊 这一点我干不负责 好下面 给自己吹吹啊 这个本科是学法语的 呃 从事法语的工作呢 呃 基本上没有断过 基本上没有断过 然后去的蒙特利尔大学 在他的文学院 我们学的是图书馆学 呃图书馆学 后来图书馆学又分很多 另一个就是真正的图书馆 我们现在比如说在社区图书馆里面看到 有一些呃图书馆的员工 他们并不是图书馆专业的 他们是technician啊 真正是学的这个我们叫做 laborian 英语叫laborian 法语叫bibliodeconomy bibliodec 啊 bibliodecnician 这些人 他们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的 他们是负责图书馆的运营 整个这个编幕 这些东西啊 呃 一提编幕 我头都大了 当时我们研究生学的编幕学 哎呀 头都大了 好了 不讲这个了 然后呢 一直呢 顿顿续续的 顿顿续续的 做法语老师 啊 然后法语翻译 呃 我是75年的 那到现在40多岁了 和现在从事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工作 所以但是法语的 呃 相关的工作呢 也没有放弃 啊 完全是出于爱好 我总是在想啊 我这个 大学四年 真是不容易过来的 别的朋友们在中国上大学都知道啊 高三之后 基本是进入大学就自有了 放飞自我了 但是我们学语言 的英语除外啊 学小语种的 那基本上不可能的是 基本上就是大三 高三之后继续啊 高四高五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有时候想 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了法语了 我不可能放弃他 不可能放弃他 啊 还是希望能带着他一起 还是很快乐的 包括我后面这个书架上的书啊 很多是法语的 有的朋友们眼神好能看到 当然我也希望我儿子能 能会说法语 也给他报的法语学校 在多伦多的 希望他 能学会吧 对吧 我起码我也好辅导作业 好了 好 那么这两种语 这个语言 法语 啊 有的朋友说 那个法语和英语 你看啊 他的字母一样 他们是不是一样的 实际上啊 法语和英语还不一样 啊 法语和英语还不一样 法语属于什么 属于罗曼语族 和法语特别相似的 大家是知道是什么语言吗 和法语特别相似的 当然英语根本不相似啊 根本不相似 OK 呃 有的朋友说 意大利与西班牙语不对 啊 我呢 去过西班牙 我在 03年的时候 去法国 然后我们从布尔多 沿着大西洋沿岸 到了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迪安 当时一过边境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 我当时想 我是法语翻译吗 我是随对的 我们工程队的一个法语翻译 我说 我心想 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这一侧 西班牙的小镇上 肯定能说法语 结果到那之后 大失所望 餐馆里很年轻的小伙子 年轻人吗 我觉得他学识啊 什么都应该OK的 法语不说 说不了几句 就是西班牙语 啊 而且我觉得 在西班牙语和法语当中 听我是完全听不懂 个别单词能猜出来 就像中文和日文一样 能猜出来 但是书写上面 很多能相似 比如我开 当时开车 开这个小菲亚特 那个西班牙语 那个路标 我基本能知道 东南西北差不多 什么大街 什么教堂啊 市中心在哪 基本上一猜差不多 但是法音不一样 和法语非常相近的 是罗马尼亚语 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 就说我们国家 中国刚建国的时候 法语的人才稀缺 好像就是说 很多西班牙 罗马尼亚语的翻译 就是也从事了法语的工作 好了 那么呢 法语啊 虽然和英语不一样 法语和英语虽然是不一样 但是呢 因为英语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所以呢 法语当中也有不少的英语单词 那么反过来来说 在英语当中 有更多的法语的词 因为词汇的 我们说词汇的 整个人类社会词汇的暴增呢 是在工业革命 大航海时代开始了 从大航海时代到工业革命 这段时间 所以这个时期呢 法语的影响比较大 大家会想一想啊 在俄罗斯的宫廷当中 贵族基本都是说法语的 以说法语为荣耀 以说俄语为耻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咱们今天也蹭蹭热度啊 但是多的热度 我们不敢蹭 就蹭那么一点 好了 法语真正的辉煌的时候 是随着谁啊 是随着拿破仑 拿破六 征服欧洲的过程当中 形成的 与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课本 什么最后一刻 是恰恰相反的 那么拿破仑的大军啊 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啊 整个对欧洲的影响 是非常的巨大 那么法国的文明 那个时候也到了辉煌的时候 好了 这是指的法国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啊 都是来自于 哪里 有国内的朋友啊 也有 可能有法国的朋友 有更多的应该是在加拿大 本地的这些朋友 那么本地的朋友当中呢 多少对法语有一些了解的 就是因为魁北克 法语 加拿大这个法语区 魁北克的故事呢 说呢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说完的 那么 他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也非常大 可以说啊 先有的魁北克 后有的加拿大 这个历史 大家是了解的 对吧 法国人啊 上班 在登陆之后啊 怎么建立的魁北克呀 怎么那些蒙特利尔 怎么建立的 这个我们后期有机会再说 但是现在的魁北克的语言 呃 他更多的时候 他跟现在的法语 实际上啊 和现在当代法语 现代法语 是没有很紧密的联系的 那么因为英国人把加拿大这个地方 占领了 法国战败了 所以呢 法当时的法裔阿卡迪亚人 现在到那个New Brunswick 还有个阿卡迪亚人 他们就是法国国旗 加克星星是他们的旗子 他们从此啊 就是和法国的本土失去了联系了 那么失去了联系之后呢 因为他在地理上又隔着大西洋 对吧 又不是那边境陆地接壤 不是 所以他的语言也就断开了 这种断开是指什么呢 是指语言的更新 和语言的与时俱进 他已经和法国本土脱节开了 而更多的受到了英语的影响 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个是什么呢 在魁北克的法语当中 现在我们用的魁北克的很多法语的单词 如果你现在拿到法国去听 那么他们就会感觉到是很古老的法语 举个例子啊 法国在现在在法国 如果我们说停车场 我们就说parking 但是魁北克人还会说 斯大西洋的梦 斯大西洋的梦 我还专门研究过斯大西洋的梦是什么呢 用中国用汉语来解释就很好解释了 驿战 过去那个驿战那个意思 有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你能看出来 语言在魁北克的法语 和当代法语 实际上就是从中古法语已经分支成两类了 好了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件啊 那么给大家看看 世界上法语最主要的文明的一个地方 就是欧洲和魁北克 欧洲不止法国啊 欧洲说法语的还有比利时 而瑞士有一部分也说 好的 那这就是蒙特利尔了 大家我在那里生活了 七年 差不多七年 因为中途又回多伦多工作 到多伦多的法语教育局 又工作了一年两年 所以加起来七年 然后去年的九月份 带着老孩子 我们驾车 四千五百公里 从多伦多开车到蒙特利尔 到魁北克城 然后到New Brunswick 到了PEI 然后开回来 所以带着孩子呢 也感受了一下 虽然他小啊 但是感受了一下 这个法语区的这种风情 希望他记得住 好了 我们现在啊 说了很多就是暖场的话 那么现在逐渐的进入法语 这个议题 那么这个议题 对不起啊 好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那么 Geskesele Francai Geskesele Francai 就是法语 法语呢 是一种拼读语言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西方的语言 俄语我一点都不懂啊 英语啊 法语啊 像德语啊 这些个语言 它基本都是拼读的语言 它是通过字母的拼读 能来发音的 所以他的书写能够看出来 他的发音 啊 这一点和象形文字是不一样的 象形文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字 汉语 对吧 这种象形文字 它象形文字和发音基本上没关系 啊 你说你写一个天下的天字 两横一匹一那儿 你能发出来天的音吗 没有 对吧 所以我们会有当时从民国的那种 那种拼音 我忘了台湾还会用 然后用拉丁语字母拼 做了拼音 一点也不用到他的发音 为什么呢 他的写法和发音没有关系 啊 没有任何的联系 但是你能够通过这个字的意 写法 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啊 这是非常有趣的 OK 好 那么呢 还有一点啊 大家很多人英语都不错 尤其在海外的朋友 英语都是不错 我当时呢 也写学英语 我的英语水平呢 就是 就是大学那种六级 六级的水平也就是那样了 后来在工作当中逐渐用的这个英语 我的英语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的英语受法语影响太深了 啊 网上有一个笑话 就说有一个年轻人来面试 这两个年轻人呢 面试官就找茬 你看啊 咱俩发现面试这个人是个法国人 咱俩打赌的 他这个S绝对不说出来 哎 你看 他们俩是这么一个 所以这就是法语的一个特点 啊 英语呢 英语的发音规则呢 我觉得比较复杂 而且呢 不规则的太多了 啊 都有什么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 所以我个人感觉 英语的这个发音规则 学了跟没学一样 我基本记不住的发音规则 啊 但是法语的发音规则 我这个课 初级课的百三分之二 你如果学会了 而且把它记住了 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吗 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通篇这个单词不认识 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你能基本上啊 大岔不岔的把它念下来 甚至念的还比较通顺 但是什么意思 你是一点都不知道 这就是法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你学了读音规则 你能发音发的很标准 但是单词什么意思 不知道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我们慢慢会体会到的 简单的说一下啊 不想占用太多时间了 因为这些个我们后期还会 慢慢的和大家的接触 名词法语呢 有阴阳性 和德语 俄语不一样 没有中性 没有大语 可能有一两个吧 这个词本身 本身表示那个意思啊 但是基本没有 但是他这个阴阳性 除了这个自然界天然而然生成的阴阳性之外 剩下的 有的是有规律的 我会告诉大家 但是很多是没有规律的 那怎么办 没有办法 背啊 就是记忆背诵 再有法语的实态 非常的复杂 这一点比英语要复杂 他的文学很发达 所以他用文学的笔法来描述一件事情 感表达一种人们的心情和感觉的时候 他就出来了很多实态 但是别担心啊 现代社会当中 实态使用的不是这么多 啊 在我们初级的时候呢 我们 在我们初级会交易两个简单的实态 中级的时候 我们会把常用的一些实态 交上 基本上就够用了 基本上就够用了啊 除非你说我要上大学 我要写paper 那你是专门的去进修学 另外法语当中还有一些实态呢 我们说 他只是用在教学和特殊的文学创作当中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说 那是哪一 那都已经是啊 那都已经是二十 二十 今天是二二一年吧 算二十一 加上四 基本上二十五年前吧 二十多年前 我们老师就说过 这个实态 我今天上课教你 你会动词变味 会认出来它 是什么就行了 不需要你用 因为它是一个消亡的实态 死亡的实态 这个我们 在我这里边 我连接触都不接触 我连讲都不讲 没有用 咱们不是培养你作为一个 专职的编译局的翻译啊 那不是我们主要的工作 好 剩下一个呢 就是很简单 很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就是动词变味 动词在法语当中 在英语当中 英语当中啊 我说英语啊 English 很简单 对吧 它有几个实变化呢 无非就是原型 对吧 再加上一个过去实 再加上一个第三人称单数 呃 再有一个现在完成实 过去完成实 完事了啊 在一般实当中 一般实当中 英语就一个一般实 顶多是第三人称 加个负数 对吗 负数再复杂点呢 加个yes 但是英 但是法语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啊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 看到下面这个词了吗 它只是法语的一般实啊 我们叫陈述式 直辰式的时候 还有那么多实态呢 啊 嗯 别着急 我们慢慢的来学它 总有学完的时候啊 好了 这个 这个就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了啊 啊 怎么学习 首先一个啊 你得有动力 有动力的前提 我认为得有压力 有压力 你才能动啊 没有压力 你也动不起来 你就在床上躺着 你连人的做目都懒得打开 啊 有动力的就是你有需求 啊 需求很简单 如果你住在魁北克的话 你上街买个菜都听不明白 你就需要学了 对吧 问个路都问不明白 你也需要学了 明天考驾照去 考考考官讲了 多那样拖的 那那那就别考了 对吧 好 啊 怎么学习 很多朋友问 学习方法是什么 我学了这么多语言 你这么多年的语言 法语也学英语也学 有段时间还想学科普 学西班牙语 就一个字 背 你不用想其他的 哎呀各种班啊 去教你啊 什么什么学英语啊 什么什么疯狂啊 怎么样 弄弄弄 对我这来说 就是一个字背 不背下来 一切都是 什么来着 水中月 镜中花 没有意义 你自己不把它深深的记在你的脑海当中 没有意义 大家看第一个小人了吗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图标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是这么告诉我的 这个动词变位你背不下来 OK 写六遍去 六遍 第二次 郭老师我还没写下来 那就乘二 十二遍写去 大伙准备一堆废纸 背面是白的 正面是用过的 暗制自己写去 所以我当了老师之后 我要求我的学生也是 不会啊 写六遍 拿过来我再考 还不会啊 十二遍 还不会啊 三六 一十八 十八遍 四六 二十四 二十四遍 把鼻血凸了 你也就灰了 机械的记忆是有用的 啊 好了 剩下的就是你要敢于书 啊 就像我太太一样 我太太英语不是特别好 现在那学呢 在东东多嘛 但是她敢书 她跟谁都敢张嘴去书 啊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说法语也是 你要敢于张嘴去书啊 啊 不要缩在一个角落里头 不敢张嘴 那不行 好 啊 什么意思 OK就这个啊 稍等啊 这个当时我们没做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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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呢 呃 是我多少年前的一个PPT了 大家看这电影都很老了 很老的了 卢浮媚影啊 那个年代啊 呃 看一些法语电影 啊 法语的连续剧 比如说 Le Bureau啊 办公室的故事 这个连续剧都挺好的啊 包括他就 加拿大 另外有一些 呃 法语的素材 大家网上都可以找 我自己那个网站已经都没有了啊 大家别想他了 那是二十年前 我十几年前我做的网站 我现在已经都不维护了 域名都丢了啊 字典的话呢 也落伍了啊 现在在网上字典 Google上面都有 但是啊 我讲一点 Google Translator 包括其他这些网上的字典 他只是应急 告诉你是个什么意思 语言这东西太复杂了 有的时候一个词 他有很多种意思啊 所以你如果要想深入的学一个东西 我希望你还是报一个纸质的大字典来看一看啊 呃 法汉词典呢 布迪拉乌斯 拉鲁斯词典都可以啊 这个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哪怕你有电子版的这种新法汉词典也可以 他要有例句 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我们上大学是法语没没什么 就是一个法汉词典 上海一文出的 呃 就是他的封面是银色的 不是这本 但这是这本是他后来更新的 就是那一个字典 我们老师就说了 你买字典 一定要买一个什么字典呢 他有例句的 如果没有例句 就告诉你一个法文 后边一个中文 或者中文后边一个法文 没有啊 你你你你了解不了太深 你也不会用这个词 好 好 行了